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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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陣之餘是可以保護到在裡面的人呢? 這個就問回大家 你會覺得有時候你想一些東西避震 你會佔些什麼在那裡呢? 譬如 我不知道 你如果想令到自己在衝擊的時候 我想舉這個例子最容易的了 你去弄包裹那批箱 裡面你去運東西 有時候你去旅行 匹行李 你剛好有些玻璃瓶在那裡 你當然找一層膠袋是不是都包著呢? 但是膠袋只有1、2層而已 然後那些人就說 你找膠袋包著之後再找一些衣服來包著它 再包多幾層 如果你是訂的那些網上的東西 有時候人家送的那些二歲的東西 你簡直就看到那些什麼bubble紙 我們知道這些有彈性的東西 還有藏空氣的東西 或者藏流體的東西 是可以變形的東西 其實就是一些可以叫做吸震 叫做將裡面那些東西 防止了外面衝擊的一套這樣的機制 你說我們人體裡面 其實我們自己的演化都有一些這樣的機制 我們的腦袋就浸在液體的中間 是不是? 其實腦袋自己本身的結構 包著這個頭殼裡面 還有浸這樣的腦膜包著裡面的液體 其實都是一個叫做吸震的一個功能 所以很多時候你會看到吸震 很多時候你會看到一些東西就是 會有流體、受到擠壓、變形這些東西 很多時候就會跟吸震的東西有關 是不是? 但是那個形狀、幾何形狀 其實是不是一個影響的因素來的? 是的 這裡又要考慮了 有些什麼 比如我們蓋房子 那個鋼筋怎麼窄 或者你支撐的那條糧柱的形狀是怎樣的? 那個形狀就決定了它堅不堅固 是不是? 所以其實換句話說 那個形狀決定它堅不堅固 我亦都決定了它堅不堅固 只不過你將它怎樣設計 有什麼時候我是想要去硬淨 要去頂得住上面的東西 有什麼時候是可以幫我頂住它 可以擺動都不會斷 是不是? 但是有些時候的設計 你是偏偏想它怎樣呢? 偏偏想它就是可以變形變得快 將一些震蕩吸收了 所以那個物理上的形狀和材料本身的用料 就是完全是你發覺是兩個不同的研究方向了 如果問大家 有人都說過 一條鐵柱 一條鐵的管 你如果想令它沒那麼容易被彎曲呢? 你弄實心好還是空心好? 你有沒有聽過? 我沒聽過 你解釋一下 其實反而你弄實心的東西 它就會比較容易被彎曲 如果你想要那件事是直不甭 不想彎曲的話 最好不要實心 反而反而那件事如果是空心 同一個粗幼大理將它弄到空心 反而你很難將它咬來咬去 這就是那個物理的特性 就是那個材料那個鋼材本身 受不受你這樣去變形 它的特性就決定了你要實心好還是空心好 所以在不同的場合 究竟你將那件事弄到一個什麼形狀 才能夠迎合到它的功能呢? 其實你去到土木工程都要做這些研究的 如果你是純粹要支撐重的重量的話 這件事反而是相對簡單一點 但是我就可以說了 如果我現在的目標完全不同 我是想做一個形狀出來 它是可以好像一個彈簧床褥那樣 幫你去吸震之餘 吸得是最有效的 它是你不介意去變形完全弄 但是你要去變形完全弄得來有價值 又不可以一碰到的東西 一下子就縮了變形 於是你很快就已經 都未對你造成很大的破壞 都未吸得夠震 你就已經變形爛了 這倒是沒有了 就好像你如果將那個 你去拼箱 你中間不是包包包紙 你就這樣包層空氣 或者把隨機塞幾張次子下去 於是裡面の東西繼續推上一下 是不是? 吸不出了多少陣 但是它就照爛了 是不是? 所以你要適當地想要塞多少密度的材料 而那堆材料要整成一個什麼形狀 選哪些材料好呢?是一種塑膠好 通常要有彈性的材料 像橡膠、塑膠的材料往往就是很好的一個想法 就可以做到一個效果就是 它一路撞,就是外面有東西一路衝擊過來的時候 它一路透過改變自己的形狀來吸收你的衝擊力 而且在最後變形之後變得無可變的時候 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將最多的能量吸收了 於是我們想不想到這樣的東西呢? 如果我們想到一個適合的形狀 就很適合用來擺去這些,譬如汽車防撞那裡 可能那個汽車的外殼裡面的內籠就做了一股這樣的東西 另外有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高速公路,防撞水馬,是不是? 如果裡面那裡的形狀就用了一個適合的形狀的時候 那就可以保護那個路面結構之餘 也都可以保護到那個萬一出意外的司機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很久之前有個那些 清馬大橋那次有一次炒車的意外 那輛車還要整輛炒了上去,拋物線的跌了到橋底 那個司機就死了,後來這個例子第二年還變成了這個公開考試題目 真的要計算,但是現在就說呢 你弄一些這樣的車的東西,萬一一架車撞過來 你炒了上去呢,其實就保護不到那個司機的 最好就是在那裡做一個風琴形狀 就是你看運輸處的資料就是那些叫風琴形狀的防撞欄 就遇上去的時候,車又變形,那個東西又變形 那它就設計了那個東西,就是裡面有一塊風琴形狀的東西了 它就變形了 所以其實現在就是,我們可能有一個初步一點的想法就是 會不會我們將東西弄成風琴形狀,然後裡面再塞一些東西 那就是那個吸震能力最好呢? 但是很多時候就是,你要精益求精,還有有時候你的撞擊呢 你在那個路裡面,你就可以畫一段很長的路面 弄一個很長的風琴,任你撞而已 但是你如果是要保護車的時候 你沒有理由將車去裝一個成一米厚的規格來去做它的外殼 你一定要做到,有這麼薄得這麼薄,有這麼輕巧得這麼輕巧 但是又有這麼多的震盪,吸到這麼多的震盪 那這個就是那個研究就在這裏 那現在台長,你後面展示出來就是 其實剛剛這個禮拜講這個波士頓大學 應該裡面就是他們的機械工程門去做的這個研究來的 那它這個途中就試了有幾種他們試的形狀 是怎樣是為之吸不吸到震 那台長你那些形狀,就是古不古怪呢? 就是合不合乎你的直觀呢? 這些形狀我都沒見過 但是我們又不可以靠我們的直觀的 因為現在不是人組嘛 是機械人靠過人工智能去做嘛 所以你沒得咬的 這裏有一點點可以解釋的 那它其實呢 現在在你後面身後的畫面出的幾個形狀 就去試過幾個不同的嘗試 它們開頭就是用它們自己的經驗概念去做那個形狀出來 就由那個形狀開始 它原來說那個開頭的那個形狀呢 那個吸震的效能就是44%而已 就是對於同一種特定的衝擊 那個衝擊大約就好像被一隻馬撞下來 那其實你會發覺就是一隻馬跑得行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一架車本身路面上面的那種速度 就是每小時50公里那些這樣的速度 所以你說是用一個類似一隻馬撞過來的那種衝擊力呢 就是挺合乎那種交通意外的需求的 那它就開頭的那個形狀就是只能夠吸收到44%而已 那個形狀我會形容好像那些 台長你有沒有小時候吃過什麼花塔餅那些東西 肚瓷餅那類的東西 就是那一塊Cream的形狀 是不是 就像那些東西 那它就做出來就是真的好像花塔餅那一塊Cream 是實心的 但是發覺那個效果不是最好的 還有很有趣的 你會發覺它有一點有四塊葉 還有一些螺旋的形狀 其實是有得解的 就是為什麼這樣才是為之好 反過來想 如果你弄成四四方方一粒海綿呢 你會發覺不是不行 但是它不是最好 你弄成海綿的形狀就是 它如果那個海綿太硬呢 都會震撐裡面 震撐後面那個 就是你如果拿去做保護都是震撐的乘客 但是海綿太軟呢 那個衝擊力還沒吸收光 它就已經變形了 就不是 所以這種海綿的形狀不是最理想的 還有裡面很疏洞和很不規則的 如果你要比較規則 就要想一下 有什麼形狀 一些比較規則的形狀 是你將它放很多個 吸震吸得特別好呢 如果你是純粹是弄成一劈的 將壺下去 任得去擠 那 也未必是 它的回彈力不夠 就是說它這件事本身 要有一點點彈弓的特性 你按一按它 它自己懂得變回原本那個形狀 有一點點彈性 而且當它變形的時候 因為它的物料會周圍擠的 它周圍擠的時候 有地方讓它走位 於是它也可以卸力卸得更加好 所以你看它的東西通常是可以將一些 前後的衝擊力轉化成為一些旋轉 所以你看一件東西是有一點船窩狀 好像那些土瓷餅 花塔餅形狀那樣的 你一壓下去的時候 整件東西 你其實又會向一個順時針或者逆時針這樣扭去 其實是將一個能量去射到另外一個方向 那種的道理來的 所以整成一些船窩狀形狀 你會發覺它每一顆都有這樣的共通點 其實這樣是合理的 或者是風車這樣的形狀 你都可以這樣去理解 另外就是 慢慢就是 連這顆這樣的船窩風車撞的花塔餅 那顆這樣的東西 都要滑去變成空心 令到它那個變形的自由度 以及去抵禦外力的那種衝擊能力 就更加兩方面都提高 所以你會發覺 由那個人給出來的第一個形狀 然後電腦潮移這裡每次改一點 其實這個研究最獨特的地方就是 它結合了這個3D打印 人工智能 由人工智能提出了意見 去想一下形狀要怎麼改之後 這個形狀因為從來沒有人有機器去做過這樣的形狀 所以它就依賴了一部3D打印機 就將這個由電腦想出來的一個天馬行空的形狀 就打印了出來 然後再拿去試 試完之後 如果更加好呢 就試一下再改多些 經歷過原來反覆了很多次的測試之後 它由那個效能 由44% 經歷過這些好幾次的反覆3D打印和電腦運算之後 提高到75% 這個數字 我覺得是很驚人的 我覺得這裏就是 少許的物理學的知識就是 就是那種 你一個什麼的形狀 可以怎樣幫你把那些力氣卸得好 但是我覺得要達成這個目標 裡面那種運算出來的形狀 不是我們用一些很簡單很漂亮的方程式 就代表到的形狀來的 所以就將它交給人工智能深度學習 交給3D打印去做 那就剛剛好 你會發覺結合了幾樣 現在現代科技就做了一樣 我會認為未來來說很有用的東西 我覺得這些這樣的形狀 在美國這裏發生也是會的 申請專利 你會發覺可能接下來有些汽車 它本身的內籠就會有這樣的東西 擺了一段時間在那裏 那就更加好保護到成效了 大家要記住 這個的研究是給誰的人呢 什麼部門的應用呢?美軍 大家想一想 那個真正的具體用途 是不是局限在汽車裡面呢?還是有其它呢? 我們現在要結束 下一節就回來吧 嗯 神秘的東西 第一節 2022 神秘的東西 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一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坐在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來的 大家不下飛機 那整機人都會死的了 有很多網民在那裏說 其實那個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蛤?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呢 即是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呢 就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那裏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著我們在那裏做節目的 但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呢 那些人就在追著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著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錯 其實我和阿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話 其實就有人扮著我們兩個 就不要緊的 最緊要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的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事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